我们两个总是意见不合 她永远听不进去我讲的道理 别人能做好的事她总是做不好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她进步 我都是为她好呀 她怎么就不明白呢 我们在一起九个月了 她开始的时候对我还很好 可时间一长我就发现 她对我总是处处挑剔 哪里都看不顺眼 我努力去讨好她 可她还总是因为一点小事 就跟我大发脾气 她总拿我和她朋友比较 什么朋友都比我重要 她朋友说什么她就信什么 既然我怎么做她都不满意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在一起 我真的太累了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变成她想要的样子了 不如就算了吧 一段九个月的恋情 出现了新的危机 老师会如何帮助这一对呢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天 22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调音师 女嘉宾小燕 21岁来自新疆 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谈了九个月了是吧 对 当时谁追的谁 当时肯定是我追的她了 你追的她 小燕在这个VCR的最后说了一句话 说想分开是吧 对 你不太愿意 是的 一直在抱怨她很挑剔是吧 因为我本来是一个挺自信的人 而且生活中没有浪漫 我觉得就没有意思了 但是跟她在一起以后吧 她就处处打压我 挑剔我 觉得我做什么事情都是错的 举个例子说说好吧 就是生活中很正常地吃个饭 看个电影 她也要挑剔我 这个有什么好挑剔的 就是如果我说我饱了 她也要说我 她说你必须把这个饭给我吃完 她总是习惯每次吃饭之前 要吃很多零食 我就说吃饭的时候 就正经吃饭嘛 会对你的身体更好一点 挺好 对你好嘛 可是这是我自己的胃 我吃多少我自己清楚啊 她连这些都要管我 我就觉得好没有自由啊 这就没自由了 这不是关心吗 这不是关心 这是在逼我 她甚至有的时候 我要是说我不吃了 她就觉得我给她甩脸了 她先甩筷子 有一次我们在饭店 她就把筷子甩了 把我一个人留饭店 可能这样挺过分的 好了 除了吃饭呢 看电影挑什么呀 她非要说有彩蛋 让我陪她看完最后五分钟 当时我也急着上厕所 我当时给你也解释了 我说我上完厕所 在外面等你 她不行 等她出来之后就黑着脸 就对着我吼 当着很多人面对着我吼 她说为什么不等我 连这个五分钟都坚持不了吗 特别不理解我 看电影之前跟她商量好了 没想到就是因为这个事 然后搞得大家蛮不愉快的 她跟你说她那集嘛 应该可能说过吧 可能我也忘记了 但是我们注意点 都放在彩蛋上了 就跟人家发脾气啊 她总是有她自己的理由 而且有的时候 总会用她的大道理 去说服我 其实根本都是歪理 就像有的时候 我跟她聊个天 她都要给我挑刺 就正常聊个天吧 她说个什么 我要是作为尊重她 我回复一下 我觉得很正常 但她不行 她就非要跟我发个火 她就觉得我 我没有认真听她讲话了 甚至有一次 她把一旁垃圾桶 一脚踢翻了 为什么事呢 说什么 就是她在给我讲一些 她的未来的计划和理想 当时我们玩了一天了 真的很累了 我也是在尊重她 我有在听 我就嗯 好 我知道了 她就不愿意了 她觉得我没有尊重她 没有给她应该的反应 这一切啊 我感觉她是 真的没有听我的说话 就是我讲了很多 明天的安排和计划 我上一秒说的是 下一秒问她 她就全忘记了 忘 忘呗 有你不就行了吗 我很担心她会出什么岔子呀 出啥岔子 因为不会总是在她身边 我就希望能够更加地 能够多帮助她一点 这你明天干嘛去呀 明天也是去外地 有一个小 有一个计划 两个人一起去 对 那不是有你吗 就是带着她不就完了吗 可能到时候喝点酒 兴趣比较急 她就是因为这种事情 老跟我发火 而且我说 我得找一个平衡点吧 去尊重她 回复她 但是如果我说 嗯 我知道了 她就用那种 特别奇怪的语气 跟我说 哟 你又知道了 是吧 你知道你来说 你什么都知道 你什么都行 那我就只能 后来跟她聊天的时候 我说 好吧 我不知道 不知道她又开始给我找事 她就说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这点常识都没有吗 你不会上网查一下吗 这种东西 我没法跟你说 我们俩差距太大了 那弄得我最后都不知道 到底说是好 还是说不是的好 弄得